本土民主 反共 普羅政治 民聲起義 myradio.hk 喂,BB,不好意思啊,我就快到了,你到了很久啊? 不要緊啊,等了一個半小時,時間剛剛好,聽完整集動物踩場 那你再聽一會吧,我很快出門口的啦 蛤?你還未出門口的? 很快就到啦,對了,你交了下個月myradio月費未啊?趁現在上網交啦,記得幫我加起來喔 現在已經是月尾啦,你交了月費未呢? 未交的話,就請到myradio.hk節目月費收費表 選你想支持的節目 如先多謝大家持續支持myradio節目月費計劃 早安,大韓的早安,回到第三節了 今早就有譚仔,派桑,湯姆和雙傑推咪的 剛才雙傑有運了 有啊,剛才那段影片就是一個TSA政府的宣傳片段 教育局的宣傳片段 教育局的宣傳片段 他的宣傳片段是家長片 其實還有很多片,不知道 還有學校片 有沒有小童片 有沒有小童片 好像沒有 有學校片和家長片 就是哄教育局的家長和學校 就是TSA不會害你的小童片 而且只不過都是一個不知道什麼的評估而已 為什麼我們會講講這個TSA的問題呢? 因為在近日在網上都是一個 不知道在網上 因為新聞都是一個報章的 都是其中一個焦點 就是有一些家長自發發起在網上有一個行動 就是叫做爭取取消小三TSA的行動 就是一個event來的 就是一個叫做Facebook的行動 行動的樓就是好像去到 那有三萬九人支持 對,一開就立刻已經是三萬幾四萬人支持 現在的數字應該還在上升 因為它有個目標 它就是說如果在那個event裡面 是去Going的話 你會參與的話 去到五萬多的 就是會有一個的 即是現在有一萬個like 就是現在第一階段 期望是集齊一萬個like 然後第二個階段 如果集到五萬的支持的話 就會發信給這個教育局 那之後再多的家長支持 就會有一些行動 那其中一些行動的說法是什麼呢? 就是會鼓勵 是會鼓勵家長呢 就叫那些學生不要去參與TSA的考試 還有功課也不要交聽 是的 現階段是有一些家長呢 已經是獨立地採取了 這個所謂不交TSA的相關功課的行動 相當激進 對,已經是有一些這樣做的 這個是超激進的行動 不交功課 以家長來說就是一個比較激進的行動 我想我們說了這麼久 TSA 雖然我想大部分聽眾 大概都會知道什麼一回事 所謂TSA究竟是什麼呢? 這個全靠日朗多年教我的 TSA的全名就是 全港性系統評估 本來他們成立的原意 就是想著你的學校的成績怎樣 不如做個成績去調查一下 剛才的影片都說了 平時不用看你平時實力就可以了 知道你的學校中英數這三科裡面 有什麼位置是強項 有什麼位置是弱項 幫學校可以修正他們的教學方針 這是什麼年份開始實施的? 2004年那時候開始搞氣的 剛剛想著幫學校 讓你們可以調整一下自己的教學方針 讓你們可以改善一下自己的教學方針 以後是分幾年幾個學年去做的 分兩個階段 一個是小一至小三 小三會考 然後小四至小六 小六會考 中學會不會考的? 對不起 還有中三也會考一次 形式都是一樣的 但現在為什麼會這麼多人在爭論 其實已經講了一年多 之前已經 教學部門已經在吵 因為 剛巧 2004年成立這個TSA 剛巧就是殺校高峰的時候 然後 現在最初就說 不會影響你的 對學校 最初就說 是全級 全港去一個調查 但是 慢慢整一下整一下 就出現了 每間學校的TSA 那個成績 評估都不同 然後呢 有些學校成績好些 有些學校差些 當然有的啦 不是什麼叫名校 但是結果 最初就說 想著幫你的 但是去到 教育局的高官 那些學校探望你的時候 就會跟校長說 你這間學校的TSA 挺好啊 然後就看著 你成大 不是你了 成大 你的TSA 沒有大學 TSA成績 好像差一點 那些校長聽到 剛巧又是殺校的那個風潮 他們就害怕 然後校長就逼 老師 逼一些學生 結果搞一搞 去到近幾年 剛剛說 要罷交功課 其實實施了 十年大家才會回應 結果都很慢 就是這樣說 你想想 實施了十年才發現 原來學生是這麼慘的 狀況越來越累積得厲害 是的 現在調查 每個學生去到六年 畢業的時候 要做了 差不多23本 TSA的作業 就是 如果你 當然理解 為什麼十年才能看到 因為其實你看到 他的評估 有個指標出來的時候 你覺得政府不用嗎 政府一定會拿指標來做什麼 講來講去都是生源 還有撥款經費的問題 就是說去到殺校的時候 已經去到最後一步 你這間學校 是不是值得被人殺的 其實通常 能殺的話 其實那些都是很誇張的情況 在生源上面 因為我見過 我有幾多同學教書 有些現在是二十幾至三十人 都還是在一間學校 還是二十幾至三十人 整間不是整級 整間學校 但是那些是不能殺的 因為那些是專門收問題 那我意思就是說 在那個系統承平股 你一見到的就是 這些指標 一定是會跟那個生源 那個殺校掛勾 但是問題就是 在那個坊間 特別在家長的怨氣那裡 其實去到現在 去到剛剛那幾個月 才是再有一次的聚焦 以及成為一個輿論焦點 所以因此 我們都是今天 特意聯絡了一個 TSA的關注組的朋友 是去做一個電話聯絡的 那現在雙傑就麻煩你 去打電話聯絡他先 那我們接通了之後 就是會跟他聊一下 一些很深度的情況 因為 以家長的身份去 講一下那些小朋友 實在是做那個TSA的狀況是怎樣 因為我 譬如我們自己的節目 譬如我記得的就是 阿水媽 阿水媽 熱血親子團 接著熱血政治 日朗 也有講過 在香港早晨 也有做過一個訪問 都是關於一些比較 可能硬性一些的資料 除了阿水媽熱血親子團 又問了一個家長 是的 那個家長之外 那家長 是自己本身是家長 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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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3都要考全港性系統評估而已 但是這個後話 暫時未有 暫時未有 那現在雙傑正在接通 那阿帕陽 不如說多一點點 究竟那個TSA的具體內容 為什麼呢 因為在這個禮拜 有一些報道出來了 有一些 找了兩個立法會議員 高智力 高智力立法會議員 一個是 另一個很難說 陳家樂 陳家樂 都高智力 我當田北辰 你一定是 找他們做了一些實驗 就叫了田北辰 和陳家樂 去試一下做TSA的試卷 結果田北辰 就走出來發脾氣 因為做了兩份 他們做了中文和數學卷 英文不知道有沒有做 但報出來的 就是 田北辰做的卷 26條 只有12條 即是不合格 差不多 即是不合格 但那個是小三的嗎 那個 是小三的 這樣 你回去讀小三吧 田北辰 那是數學卷 但中文那份 大家都差不多 田北辰是錯了三條 陳家樂就錯了兩條 但當中 有一條兩個人都一起錯 是 那條問題就是 反映出那支卷有多深 那條問題就是 他們有一篇文 就是 一隻老鼠和駱駝說 你做人都不夠 英雄氣概的 經常把頭放在地上 那條問題就問他 究竟老鼠為何認為 駱駝沒有英雄氣概呢 駝尿啊 駝尿啊 不是駝尿 駝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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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個風塞下去 駝尿為何會沒有英雄氣概呢 那田北辰和陳家樂 都回答了 因為 駝尿 他不敢面對他的困難 那這個是我們成年人 會去理解 消化人編聞之後 得到的那個結論 但是呢 正確答案就是 因為 駝尿將頭塞了下去 就是 他這個考法 這種考法深的地方 就是在於 他的問題 他的問題就是 老鼠為何會認為 駝尿沒有英雄氣概 不是問你 田北辰為何覺得 自己沒有英雄氣概呢 對 這個問題 如果按他的答案 他的看法 其實就像 這期很流行的 與你分析 就是 這個問題是 要問你什麼字眼 你就要在那個字眼上去找 就不能夠用你的 駝尿去消化人 然後去看回那個 我覺得這些問題 其實小學生答得OK 應該 但是很古惑了些 還有他原本 TSA的說法 考你基本能力 現在他那個問題出到這麼古怪的時候 根本就不是考你基本的能力 其實我們剛剛接通了 我們其中一個關注的Carol 就是家長代表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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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二血時報》的主持鄭松泰 我們身邊有不同的主持 不如你們自己介紹自己 你好 我是湯姆 柏洋 你好 你好 各位聽眾 我們已經接通了這個 取消強制全日制小學 支持廢除 TSA群組 其中一個代表Carol 是Carol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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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其實 Carol 我想問一下 其實現在 你們的行動 看來都很多人支持 其實你們覺得 那個 可不可以講一講究竟 家長或者你們小朋友 面對這個 TSA 那個 功課的沉重 的實質狀況 是怎樣 其實我也想講一講 其實我自己的小朋友 本身他現在還在讀幼稚園 他自己在讀一間 Happy School 不過因為本身 我自己做 教育的工作 我也看見 其實現在香港 很多 傳統的學校 本身工作 其實都已經真的很多 每天十幾樣功課 跟著還要加很多的 TSA的操練 的試題 的功課給他們 我覺得根本小朋友 是完全是 處理不了 這麼多的事情 還有就是 他們的 TSA的操練 不單止要回來家 連小朋友 平時小息 五息 等等這些時間 都要剝奪他們 要他們 在他們 休息的時間裏面 要他們去做這些操練 我覺得根本上是 五日度的一件事 來的 會不會有情況 有些情況 是要小朋友 早點回學校 例如 那年小三 要早一個小時 回學 會不會有這樣的情況 有 還有 很多時候 他們都會 早點回學 遲些放學 有些老師 甚至乎會跟你說 我覺得你兒子 都是受教的 其實我們都很想幫他 我們會安排 在小息的時間 會跟他 特別有一些訓練 去訓練他 但訓練的 又是粗一些TSA的屍體 那我覺得 為何要剝奪小朋友 這些基本的休息時間呢 小朋友連 嘩 想喝一口 上去廁所 又不行 然後小朋友又不敢 說NO 說NO的話 又怕被老師罵 那其實Carol 以你所知 譬如 TSA相關的 所謂操卷 這些 和普通功課的比例 其實去到怎樣 那其實功課比例 其實都看回 基本上一般的遵守 我們在說 無論一線二線的學校 都是 傳統大約 其實平均來說 一天他們都會有 這個 十樣功課 直到十三四樣功課 不等 其實小朋友每天 四點 差不多大約 四點 回到家 然後 之後再去到完成功課 做做做 我不計 策驗考試密書等等 去到溫書 嗯 然後小朋友第二天一早 就要這樣起床上學 根本哪有時間去到休息 不要說 不要說什麼遊戲時間那些 什麼鼓勵一個小時的遊戲時間 根本上 你連跟他說故事睡覺 都沒有這樣的時間 嗯 嗯嗯 那你剛才提及過十至十三樣的功課 裡面有多少是TSA的呢 可能當中每天有大約三至四樣的TSA的功課 嗯 那其實本身功課量已經是一個問題來的了 那功課量一路都在溫書等等這些 跟著另外TSA的功課 還要加一些沉重的東西下去 三至四樣不等這樣 那其實這些是無謂的 這些功課 其實為什麼要小朋友這樣去到操練呢 其實我想問一下呢 TSA的功課呢 跟平時我們認識的那些 譬如抄寫墨書那些 那些功課有沒有一些 即是比較不同的地方呢 第一不是他學習上面 本身課文課本 裡面的一些內容 而且能力上面 基本上那些題目 基本上你講的不是一個 他們年紀的小朋友去到 應該可以應付到的 田北辰都不會做 比如說小三的TSA 小三TSA的考試 有些學校甚至乎提早到 小一已經開始去到操練 那小一小二 你要去到達標去到做一個小 本身小三都考不到的一個試 那根本上 為什麼要他們在小一的時間 去到不斷去到操練這些的試題呢 老師又不是特別去到教他們 這件事 只是叫他們操 那他們操的那些卷呢 是說就是說 譬如是中文啦 英文啦 數學那些的卷呢 會不會有個情況呢 就是老師 將那些TSA這些的卷 都在學校裡面 是作為一個 譬如學生表現的評估 自己 學校堅持就說不是啦 但是 如果既然不是的 我又覺得 那為什麼要那個小朋友 這樣去到練呢 那還有 為什麼要每一個小朋友 都這樣去到 日一這樣去到做呢 學校堅持都是說 這個不影響啊 就是那個成績 譬如 譬如 因為我不是這麼清楚 我沒有小朋友 暫時 那 我想問的就是 譬如那個 那個小朋友的小學生 他那個學校的成績表裡面 會不會有些排名 是說他自己 那個的表現 是 都跟TSA有關 是會不會有的 這個不會的 不會有的 但是 是不是說 學校本身 他們都會宣傳自己 對於他們 他們TSA的合格率 是多少 他們是會有這個 的 學校就沒有的 不過因為其實 學校 這個又源於很多的家長 去到 不同的小學的時候 是 同樣都會去到 選一些 可能覺得 Banding好些 去升中好些 那學校都會 擔心在這個問題 就是會不會影響了 少了別人去到 選好這些學校呢 是 雖然在正式來說 他們是沒有這個 這樣的排位 大坊間網絡等等 很多這些 這樣的排名 去到 去到分哪些學校的 其實 甚至乎會告訴你 有些學校 千萬不要選 這些學校 進去真的不行的 這樣 就是很多這樣的 Branding 將它去到分 其實一般家長 所謂得到 這個資訊 這個學校的 TSA 那個合格比率 他們從何而得知的呢 其實他們不會有個 比率的 不會有個合格的比率 他們看的就是 這間學校的排名 我明白 例如我選這間學校 最多人去到選 為什麼這間學校好呢 其實最主要是 家長看的就是 他升中派位好不好 這個排名 是否直接 跟TSA 是有關係的 在你們家長的看法 家長的看法 其實 不肯定他這一點 不過 在學校裏面來說 老師 校長等等 他們都很著重 是這一點 因為 他們會覺得 是直接影響 他們的排名 你自己有沒有試過 見那些教師 老師 和校長 實際是說明的 就是他們自己 TSA的成績OK 又或者 就是說 TSA很重要的說法 你有沒有聽過 那些朋友 或者你都有親身接觸過 那他就沒有的 通常那些校長 就算真的和你去到 見到面 或者老師見到面 沒關係的 不會影響的 我們都不會 這樣過份操小朋友 但他說 不會過份操 但不知道為什麼 都會有這麼多樣的 這些功課給他 即是未到最盡 他說 是 那Carol 其實你們現在有個行動 首先就是想取消 小三這個TSA 是 其實 昨天這個教育局局長 吳克劍 也有個回應 就是 如果取消 TSA 大倒退 其實在這方面 你們作為家長 會是一個 怎樣的反應 首先第一 其實 看回吳局長 他之前所說 大倒退 又說不會影響升學 不會影響排名 不會影響所有的東西 第一 其實 我們會覺得 既然這些 這麼多東西都不影響 那為什麼要有一個 這麼不必要的考試出來呢 還有就是 他很強調說 要小朋友愉快 學習 那何來愉快呢 這樣去逼個小朋友的時候 其實 這樣的教育制度 你覺得是一個前進嗎 我不覺得 小朋友學完之後 考完這個試 狂操完之後 我不覺得他 因為這樣 加深了他的認識 而令到他會覺得 我學多了很多東西 我厲害了很多 轉過頭已經沒有這些東西 還有你告訴別人 我都不影響我升學的 為什麼我要這麼努力 去操練這件事 還有 他會覺得 他強調這個 就是TSA的評估 本身 他就說 這個是不會影響 所有的東西 也都不去到 就是不想 學校去做這些不必要的 這些操練 不需要這樣去操練 我覺得是基本能力 但是為什麼 坊間有這麼多 這樣的試題的書 這麼多這些東西 無論家長自己去買的 那家長的事 但是 連學校都要家長去買這些 坊間這些書 回來和小朋友操練 那我就覺得 既然你說得不需要操練 為什麼你們教育局 不去到政治這件事 不去到處理呢 就是你們根本上 隨便放了這件事出來 OK啦 你們自己想好它 你們自己搞定它 這樣 阿吳克劍 其實他有說過一個說法 他說其實有些小朋友 或者家長 覺得很大壓力 或者覺得很困擾 是一些個別的例子 其實就你的認識的話 其實對於家長來說 你普遍見到小朋友 去面對著TSA 他們那個的心態 心情 那個困難 是不是好像 吳克劍所說 是個別的例子 這個說法 那樣 個別的例子 可能他自己才是個別的例子 他是的 很利益 他完全都 他可以覺得 基本上 老師又支持 家長又支持 這樣都可以去到說得出 但是大家都看到 為什麼一百起 一個這樣的行動 這麼多家長去到支持呢 那我自己本身 我自己有做心理輔導的工作 我自己去做小朋友 做這些工作的時候 很多為什麼小朋友 有這些負面的情緒出現 其實來自他們一些的壓力 都是一些功課的壓力 甚至乎見到小朋友 他是自己給自己壓力的 因為老師要給他們壓力 他說不如聽你要這樣這樣這樣 你做不到你就會怎樣怎樣 然後那個小朋友跟你說 他說他這次成績差了一點 他跟你說 我覺得自己好像是垃圾 我覺得自己達不到標 然後我說 為什麼你會覺得自己是垃圾 為什麼你會覺得自己達不到標 老師說我做不到這件事情 那我會覺得 為什麼一個這麼小的小朋友 他會這樣給自己壓力呢 其實小朋友不是一個開心的 你要去這樣面對著這麼大的壓力 他會學習 他會學習 不會做到 吳局長所說的一個愉快學習 其實吳克劍在裡面的回應 其中有一個說法 也是強調 就是所謂本身TSA的原意 就是TSA的原意 應該是這樣 就是所謂的學校 他們做了一個內部評估 就可以針對學生的不足之處 從而他們調整教學的方針 或者他們的方法 在這個所謂的 他們聲稱是TSA的原意 Caro你認為究竟 殺了這麼多年 究竟是否可以做得到 他的原意 我覺得本身是OK的 原意 其實我不是說TSA是一個問題 他原意如果去執行得好 其實是真的可以去做到這樣的效果 但是其實大家都看到 在現在的教育制度裡面來講 整個原意已經扭曲了 家長 其實我覺得不是因為教育局的問題 有貴貨家長也有 又覺得小功課就會影響了 會覺得是否學不到東西呢 就不斷扭起很多東西 小朋友 好了 另一方面 學校又會覺得 如果我學校的排名 如果我TSA的成績是比較差的 我會不會影響了我的排名呢 從原來不斷去到催谷催谷催谷 去到鼓一些學生 不斷一個惡性循環 但是政府就只是去到擺了TSA 告訴你 我們的原意是很好的 但是你沒有理過當中裡面扭曲了的事實 怎樣去處理這些扭曲了的問題 它是沒有理過的 只是不斷又搬出來告訴你 這個原意是很好的 我們的原意是這樣這樣 是不影響什麼的 但是沒有意思的 你原意 你推了一件好像很完美的東西出來 但是你當中裡面的運作完全 你都不會去處理 那怎樣可以走得到呢 Carol 因為其實我們時間差不多 我也想多問你一個問題 是 因為我見到我們check room 很多家長朋友聽眾有提到的 就是說 其實現在的情況出現就是 很多小朋友一上了小學之後 一面對TSA或者類型的操練 那個信心和自信都很受到影響 那你會覺得就是說 現在看到這樣的情況的話 在你的角度 現在那個小朋友去到小學那個信心的情況 其實是否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還有第二件事就是 你會覺得 在那個小學教育和小朋友的教育那裡 怎樣才能夠站在那個小朋友的角度 去做得更加好呢 那其實 看回你說小朋友 因為TSA影響了他們的信心 影響了他們的自信 那其實我覺得是整個教育制度 都令到那個小朋友 真的會失去了很多的信心 不斷去到做一些的操練 其實第一 不是真正他們去到學到那樣東西 小朋友會覺得 不斷去到做一些 根本上他能力達不到的東西的時候 很自然地 信心一定會大減的 我們接觸很多一些 就是去到接受輔導的小朋友 大部分都來自這些的壓力 他覺得自己能力達不到 其實好像我們以前的年代去到讀書 很多時候都是很開心 雖然考試功課都一樣同樣要做 但是我起碼放假的時候可以去玩 我現在見到小朋友 其實他連放假 說不及了要做功課 明天要考試密書 根本上他連放假的時間都要躲在家裡 他去到不斷去做不斷去做不斷去做 那你叫那個小朋友 怎麼會有自信 怎麼會有開心 怎麼會有信心去到面對呢 經常都不斷去到 給一些的錯誌 他回來全部都會交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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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不懂 一定是不會有自信 小朋友的教育 其實我會覺得 是應該由小朋友 我們常常都講 叫做什麼 適性的發展 由小朋友那個年紀 就應該學那個年紀的東西 他是3歲就學3歲的東西 4歲就學4歲的東西 他6歲就學6歲的東西 但是為什麼要6歲的小朋友 去到學一個10歲的東西呢 這樣的學習 這樣的教育 其實不斷去到催填 就是代表那個小朋友是聰明 那跟不到那班又怎樣 跟到那班就會有壓力 跟不到那班就不理你 整個教育制度 這樣去到行的時候 我覺得 就算厲害那班 可能是他有很好的IQ 但是他的EQ全部都不行 是 明白 就是整個這個TSA 就不斷在追趕追趕這樣 是的 那今天我們暫時的訪問是這麼多 看看這個整個行動 看看你們取消這個小三的行動 可不可以進一步的進展 或者我們再進行訪問 好嗎 OK 好 謝謝你Carol今天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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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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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 的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